大家好,体育比赛最吸引人的地方除了看到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外 还有就是比赛里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尤其是一些黑马选手包冷胜出 在2022年7月16日到7月19日是美国游进世界田区景边赛1500公尺预赛准决赛及决赛的举行日 预赛会有42位选手争取24个准决赛名额 准决赛会有24位选手争取12个决赛名额 男子1500公尺有四位夺冠大热选手 分别是四年1500公尺王者 拿下2018-2020年世界四年田区竞赛冠军22岁一手比亚的Samuel Tevra 东京奥运1500公尺铜牌得主 24岁英国的Josh Kerr 2019年多号四锦赛1500公尺金牌得主 最二十联赛拿下21次冠军 26岁肯亚的Timothy Chariot 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2020年东京奥运1500公尺金牌得主 欧洲记录保持者 21岁挪威的Yakob Ingerbrigtsen 不过当中的Samuel Tevra却在准决赛周背包冷淘汰 所以决赛周变成是Josh Kerr Timothy却会有与Yakob Ingerbrigtsen之争 在202年7月19日晚上7点30分举行 202年美国尤金世界田医技竞赛的男子一千五百公尺决赛 比赛刚开始时由肯亚的Abo Keeps on 0跑 Yakob一周采取保守策略先留在队伍后面 以55秒通过前400公尺 此时已经可以知道这将会是一场高速的1500公尺比赛 不过与上阶四锦赛不同的是Timothy 并没有选择早早带出 反而到了600公尺左右Yakob慢慢上来 并在700公尺临跑 以1分52秒04通过800公尺 2分20秒通过1公里 随着钟声响起第一集团主要剩下6位选手 不过在最后300公尺时令人大跌眼镜的事开始发生了 有一名胜创英国队对付的选手突然发力过的Timothy 在最后200公尺跟过了Yakob 虽然此时有点令人们惊讶 但大部分人都觉得只是暂时领先而已 Yakob一定会在最后100公尺反超 不过事实却相反 最后100公尺时这位英国选手仿佛有着无穷的力气帮不断摆壁 而Yakob就出现疲态 最后2-30米左右Yakob往后看我就知道比赛结果了 因为这一看代表着选手无力挽回 而同时看看自己能否保住目前的名次 最后这位英国选手包冷以上分29秒23 2020年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拿下人生首面世界赛金牌 重新后完全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Yakob结束获第二 重新后官方连冠军选手的名字都打错 以为夺冠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Joss Kerr 可见他有多包冷 但其实这次夺冠的是28岁的Jack Whiteman 而Mohammed Katia获得第三 Joss Kerr及Timothy Cherry 有分别获得第五及第六 这场比赛相信各位跑者都跟我一样感到非常震惊 除了被Witeman这匹黑马震惊外 还因为史上其这一位1500公尺最强的选手 Timothy Cherry有直排在第六 首先讲一下Jack Whiteman Witeman的父母亲以前都是英国的马拉松选手 而跟Yakob一样都是父亲当自己的教练 Witeman的战绩其实也不差 早在2030就拿下欧洲七年田径锦标赛的1500公尺冠军 而且在2018柏林的欧锦赛与Yakob同场比1500公尺的情况下 拿下了1500公尺铜牌 在欧洲来说是顶尖的选手 但在世界来说并不算特别突出 在2019年施锦赛拿下1500公尺第五名 2021年东京奥运拿下第十名 直接一点来说就是在世界赛上当背景 只不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会是Yakob当他的背景 然后第三名的西班牙选手 Mohamed Katia也是有点令我意外 尽管他的1500公尺个人追加达3分28秒 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会赢Timothy 这也是他小妹市锦赛的奖牌 只有Timothy他在下落说他硬打腿后车受伤关系而影响发挥 不过这也令不少人吃惊 最后来一个小总结 Jack Whiteman这面金牌是英国队从1984年致敬的奥运会 是锦赛男子1500公尺手面金牌 在一个月前谁能想到男子1500公尺会有Whiteman取得 所以这也是经济体育系女人的地方 还未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冠军是谁 只要不放弃的话已经是赢了一半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位新科世界冠军 Jack Whiteman 最后为自己宣传一下 最近YouTube新推出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如果各位跑者觉得我的影片不错 而且想要给我一点点支持的话 也快点使用这个功能来donate给我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来到这边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快点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并且分享 请不吝点赞并且分享